想必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 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 不会一派祥和 难免会发生一些冲突 以及各式各样的摩擦 有些人非要分个是非对错 或者得理不饶人 整得对方恼羞成怒 闹得不花而散 中国人常说得饶人处且饶人 与人发生冲突 应当妥善处理 才能收到圆满的结果 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处理呢 有人做了错事冒犯了你 或者对你造成了伤害 很多人想到的第一个解决办法 往往就是报复 对于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明白古圣仙所讲的 以德抱怨与以直抱怨 老子讲过以德抱怨 彭子讲过以直抱怨 很多人就一直困惑不已 中国人到底是以德抱怨 还是以直抱怨 其实二者只是两个时段 不一样而已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老子主张事先防范 为了不引起任何的怨恨 于是就先通过施德 来把怨恨消灭掉 也就是说 老子的方法适用于怨恨产生之前 尤其是在与人打交道的时候 就要施事提醒自己 谨言慎行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冲突和麻烦 那么如果是在怨恨了 怎么办呢 那就不能再以德抱怨了 这时候就要用孔子说的以直抱怨 但是以直抱怨并不是以牙还牙 中国人从来不主张以牙还牙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易经告诉我们 一切一切都是四个字 叫做自作自受 一个人冒犯得罪了别人 他自己心里就会开始不安 他已经受到了惩罚 你又何必还去报复他呢 这才厉害 一个真正度量大的人知道 报就是不报 不报就是报 有每个人都会自作自受 如果一个人做错的事情 还会心满理的 这种人更不用去理会 因为他不值得 如果一个人做错事情 他心里很抱歉 并开始想办法弥补 这个时候你骂他 那他会想 你骂也骂过了 我干脆也不弥补了 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 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 就会比较有方向性 比如看到小孩做错了 就不要马上教训他 他自己会知道 会改变 会修正自己 但我们还是要讲出来 不过不是当时就讲 而是过后心平气和告诉他 你今天表现不错 事情做错了 马上能够知作就改 并予以弥补 做得非常好 我们通过这样的表现告诉孩子 你的进步和懂事 我是知道孩子就会越来越好 再者我们中国人常常会这样 很多事情明明知道 却假装不知道 看到了而假装没有看到 听说了也说没有听说过 这并不是欺骗 而是照顾到每一个人的立场和面子 然后把事情很圆满的处理掉 比如两个中国人吵架 旁边的人不太当面有意见 但他会私下告诉其中的一个 是另一个人不对 但是你也做得不是很好 还是算了 和解吧 然后再去告诉另一个人同样的话 劝解的人一定要先说 是不在场的每个人的不对 如果你当面说是你不对 那个人就会心想 你想教训我 我什么都不听 可见中国人有些话是不能公开讲的 而且要对这个人这样讲 对那个人要那样讲 内容与方式都要阴然而已 像西方人那样 认为既然可以讲 就可以公开讲的做法 是不适合我们的 今天我们主张一切透明化 实际上一切透明化以后 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比如说政府要立一部法律 还没有立就已经传遍了 有人赞成 有人反对 于是立法的过程就异常取舊 反复来回的讨论 最终还是没有定论 怎么立得起来呢 西方人立法就是这样 大家吵吵闹闹 当初来说要立一部审法 就有人抗议 讨论过程中 有时候觉得这个不对 有时候觉得那个不对 然后表决 他们向来就是走这种路的 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分的 我们是和的民族 但表决就会有分派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很多人喜欢说 我们举手表决 这种人是外国人 不是中国人 举手表决的结果就分两派 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最终的决定是听从多数人的意见 那么那些少数就会心有不平 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不配合 专门导弹 那谁倒霉 这些我们都搞清楚了以后 就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外面一定要远 只有里面才可以放 不可以有话只是 而且这个方还不能让人家知道 老实讲 一个人的原则 如果被所有人都知道 那他就完了 大家就会投他所好 把他控制的实实的 然后他整个人就挥拥掉了 你的原则 只能你自己知道 别人通过你的为人措施去体会 你不能明白的告诉大家 现在我们在这上面经常犯错误 不要弄得大家都清楚我们的原则 其实根本没有那个必要 因为每个人的立场不一样 每个人的领悟能力不一样 阅历经验也不一样 你怎么去讲呢 当然 有很多人据此判断中国人都是合适了 糊里糊涂 不分是非黑白 其实不是 我们绝对不是没有是非 而是中国人的是非 是不能随便表现出来的 一表现出来 不是惹得这个人不高兴 就是得罪了那个人 所以我们才会走一条自己心里清清楚楚 但是嘴巴含含糊糊的路 对方听多少是他的福分 明白多少是我们的缘分 在中国文化的长河中 和谐与平衡一直是核心的价值观念 这种文化背景 这种文化背景输到了中国人独特的处事责事 其中之一便是对是非的谨慎处理 在西方文化中 直接和坦率的表达常常被视为一种美德 而在东方 尤其是在中国 人们更倾向于采取一种更为含蓄和委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这种差异并非源于文化上的优劣 而是两种文化对于沟通和表达的不同理解和实践 在中国文化中 人们认为直接的冲突和对立往往会导致关系的破裂 而通过委婉和含蓄的方式 可以更好地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 这种沟通方式 虽然在外人看来可能显得有些模糊和不明确 但实际上 它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 旨在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同时保持个人的立场和尊严 在中国 人们从小就会教导要尊重他人 避免直接的冲突 这种教育方式使得中国人在处理问题时 往往更注重整体的和谐 而不是个人的得势 在工作场合 这种文化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 例如当团队中出现分歧时 中国人更倾向于通过私下的沟通和协商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在公开场合进行激烈的辩论 这种方式虽然在短期内可能看起来效率不高 但从长远来看 它有助于维护团队的稳定和团结 在家庭和社会关系中 这种文化特征同样显著 中国人在处理家庭纠纷时 往往不会直接指责对方 而是通过暗示 比喻或者第三方的介入来传达自己的观点 这种方式虽然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 但它能够避免直接的冲突 保护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 然而这种含蓄的沟通方式也并非没有挑战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 中国人的这种沟通方式 有时会被误解为缺乏明确性和决断力 在与西方文化的交流中 中国人的这种含蓄和委婉 可能会被误解为不真诚或者不直接 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 如何在保持自己文化特色的同时 适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沟通方式 是一个需要不断学习和适应的过程 此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年轻一代的成长 传统的沟通方式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在接受了更多西方文化的影响后 开始尝试更加直接和开放的沟通方式 这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融合 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如何在保持传统的同时 适应新的沟通方式 成为了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在现代社会 沟通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要求我们具备更多的沟通技巧和策略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 人们之间的交流变得越来越频繁 也越来越重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 沟通不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 更是一种文化的交流和心明的碰撞 对于中国人来说 这意味着在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的同时 也需要学习和借鉴其他文化的优点 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可以更好地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进行交流和合作 实现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 首先让我们来探讨一下中国人的沟通方式 在中国沟通往往强调的是含蓄和非直接性 这种沟通方式源于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 其中包括儒家思想的影响 他强调的是和谐 平衡和尊重 在这种文化背景下 中国人在沟通时往往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或需求 而是通过暗示 比喻或者间接的方式来传达 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直接的冲突 保持关系的核心 然而这种沟通方式在与西方文化背景的人交流时 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 西方文化通常更加直接和开放 他们倾向于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 因此当中国人与西方人交流时 可能会因为沟通方式的差异而产生误解或冲突 这就要求中国人在保持自己文化特色的同时 也需要学习和适应不同的沟通方式 为了更好地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 中国人可以采取以下几种策略 一、学习跨文化沟通的基本知识 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沟通习惯和价值观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对方的行为和反应 二、增强自我意识 了解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沟通习惯 以及这些习惯可能带来的影响 可以帮助我们在与他人交流时更加自信和灵活 三、培养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尊重和接受不同的沟通方式 愿意倾听和理解他人的观点 是实现有效沟通的关键 此、练习直接和清晰地表达 在必要时 学会直接和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 可以帮助我们更有效地与他人沟通 五、寻求共同点 在交流中寻找共同的兴趣和目标 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和理解 通过这些策略 我们可以更好地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交流和合作 实现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 同时我们也需要认识到 沟通不仅仅是语言的交流 更是情感和心灵的交流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我们需要更加开放和包容 学习和适应不同的沟通方式 以实现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环境 此外 沟通的艺术也体现在我们如何倾听和理解他人 有效的沟通不仅仅是说话 更重要的是倾听 在中国文化中倾听被视为一种尊重和礼貌的表现 通过倾听 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对方的需求和感受 从而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 同时倾听也可以帮助我们避免误解和冲突 促进关系的和谐 在现代社会 沟通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随着科技的发展 我们有了更多的沟通工具 如社交媒体 电子邮件和视频会议等 这些工具 在方便我们沟通的同时 也带来了新的沟通方式和技巧 我们需要学会如何有效地使用这些工具 以实现更有效的沟通 Оч上 你的沟通方式和沟通工具